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n 我是Mendy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四款 油肌可以用的氣墊粉餅 這我真是天上的沒有想到 竟然有油肌可以使用的氣墊粉餅 好,因為我們主要會想要拍這影片 是因為超級多人都會私訊指定Li-Ann說 Li-Ann,請問1028跟Maybelline的氣墊粉餅 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因為我們兩個是價位比較相近的 差不多500多塊左右 對,然後另外兩,我們手邊剛好兩款都是專櫃的 然後就是原本他們都是有非常厲害的粉底液 然後做成氣墊粉餅 所以我們今天就由Li-Ann大師 來跟大家解析這四款 我以前不敢用氣墊粉餅的原因是 我用很多韓系的氣墊粉餅 是過三個小時我的全臉就會開始 浮粉加大出油加脫妝 可是這四款呢 我覺得他們的持妝度其實都一樣厲害 因為其實這四款呢 就是主打持妝控油 雖然我覺得他們四個的控油程度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他們持妝度是 基本上你只要把油光沾掉 他們的底妝都還在 所以如果跟我一樣是遊戲的朋友 你就完全不用擔心用這四款會有脫妝的問題 雖然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四款 都是主打控油持妝的 可是其實他們四個的妝效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現在跟大家非常妝感的部分 還有它遮瑕的程度 就以一個我是外人 然後我看你眼上它遮瑕它臉上的狀況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就先從我比較熟悉的是我比較兩個喜歡的 一個是1028跟亞斯蘭黛 因為這兩款就是很明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比較是帶有光澤一點的這四款當中 雖然他們都是靠稱是控油 可是他們居然還有帶光澤 就是我也會有點喜歡 然後這兩款雖然都是有光澤的氣墊粉餅 可是這一款又比它更有光澤 然後我也我覺得遮瑕度在我外人眼裡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真的差不多 就是遮完之後 他們兩個遮瑕程度都非常的優秀 其實亞斯蘭黛這一款 它已經出了第二代 那我昨天有上網查 就是我有點找不到第一代 現在到底買不買得到 然後我就很認真想知道一二代有哪裡不一樣 然後我找到唯一不一樣點 好像是就是第二代的防曬係數稍微高一點 所以就就算現在買不到第一代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金蓋的第二代 我覺得應該差不了多少 好那接下來Dior跟 Maybelline這一款 其實他們兩個非常的香 那也是跟剛才一個是專櫃的開架 那Maybelline就是比較遮瑕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也是上完全全年之後 兩個遮瑕程度我覺得是 Maybelline稍微略勝一籌 只是說它的妝容會感覺比較重 尤其是我看來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霧面的 所以尤其我看來會覺得 它妝容會比較重 然後這一款就是比較輕透一點 可是我覺得總體而已 它們真的非常的香 就如果你沒有經費買Tior的話 其實Maybelline就是它一個便宜的dupe 會不會覺得 因為就是這四款呢 都是控油鞋的氣墊粉餅嘛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它們的保濕度怎麼樣 會不會卡粉 然後如果上臉之後會不會顯毛孔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覺得這四款呢 RAB排名它們保濕度最高的一定是1028 因為它本來就是走一個比較光澤型的 所以它遮毛孔的效果我覺得是最好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雅詩蘭黛 因為其實這兩個我覺得是 上妝是很延展性很好 很快就可以拍開 可能拍一個三四下就結束了 然後呢 剛剛明里有講Dior跟Maybelline 我覺得它們質地真的很像 它們質地就是 比較偏乾一點點 然後一上妝是真的超級霧面 所以我覺得相較剛剛那兩款 它們還是會有微微修飾毛孔的功能 因為可惡 因為我覺得它是走霧面質地 所以我覺得它遮毛孔的效果 就是相對這兩款就沒有這麼好 好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影片就是 越是比較控油鹹的CN粉餅 大家會想說 我們應該會拍實測給大家看 可是因為就是李演就說 他說這四款的持妝度真的是不分宣指 所以即使我們持測八個小時 可能結果就是喔 差不多 就我覺得持妝度跟控油度 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就我覺得它們可能控油效果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持妝度好 是你把油沾掉妝還在 我就會說這款 就是這款底妝它的持妝度是好的 因為你也不太用補妝 好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它們控油度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覺得呢 因為這兩款是光澤型的嘛 所以我覺得相對這兩款 比較霧面型而言 你會覺得它的控油度稍弱 因為畢竟你剛上它們上臉 你就會覺得你臉上是有點光澤 所以你可能過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覺得 我的油好像已經要開始處理它了 可是因為其實像MAYBELLINE 這款它剛出的時候 它就說它主打是 因為原本是霧面 可是過幾個小時 會慢慢變成 微微的有點光澤 就是因為油基本就會出油 可是這兩款相比呢 其實我就比較喜歡MAYBELLINE 它過兩三個小時的妝感 我覺得可能有些人 像我姐就會覺得 剛上真的有點太不自然太霧面了 可是我就過兩三個小時 就是加上你臉上自己的油光之後 這樣講得沒有很怪怪的 可是加上你臉上出油的那些量 就會讓妝感變得非常自然 那我覺得這兩款相比 MAYBELLINE就是略勝一籌 那我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它的包裝跟粉撲怎麼樣 其實我有時候很討厭用氣墊粉餅 是有一些氣墊粉餅的包裝呢 就是你把它盒子打開之後 它的極限呢就是90度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很難做 就是你要這樣平行 照你自己 我就覺得很困難 那我覺得這四款裡面 只有DIOR 就是有點小失敗 因為它就只能展開到90度 可是其他三款呢 它們都是可以 展開到大於90度 所以你這樣照的時候 就非常好照 然後呢那我接下來 就要跟大家分享粉撲 這四款我覺得 我最不喜歡的粉撲呢 是MAYBELLINE 因為它就是有點太薄了 就比較沒有彈性 然後我覺得 1028跟雅士蘭黛的粉撲 都非常優秀 就是軟硬適中 厚度也剛好 然後DIOR呢 就是它有點微微的偏厚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在就是沾粉底液的時候 會覺得你沾很久 可是都被吸進去了 嗯 然後像我的話 我對粉撲 就是這四款粉撲 我就是非常的不熟悉 因為我用它們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用Beauty Blender 或是用海綿上 如果你是跟我 壓乾肌跟混合肌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 如果你們也想找一款 就是除韓系之外 是主打 控油持妝的氣墊粉餅的話 你還是可以買它們 然後你用Beauty Blender 上就可以了 這以上呢 就是我幫大家分析這四款 那大家一定想說 厲害厲害厲害 那你到底最推哪一款呢 那我不得不說 就這四個裡面 我現在覺得CP值最高的就是 1028 就我真的壓根沒有想到 一個控油型的氣墊粉餅 既然可以如此的控油 同時又擁有光澤感的肌膚 而且就是 我覺得它延展性真的很好 然後遮瑕也很高 所以如果這四款的話 我一定會推薦大家買它 因為我現在最喜歡就是它 然後亞式蘭黛 就畢竟它價碼還是有點太高 所以它也是圍走一個有點光澤 所以我覺得就是相比 就完全不用考慮亞式蘭黛 不用多浪費那些 那一千塊 因為我覺得就是1028 跟亞式蘭黛 就是它們兩個雖然都是光澤型 可是畢竟1028 還是比較再更光澤一點 然後可是這兩款就是霧面妝感 我真的覺得它們兩個真的超級像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你喜歡霧面妝感的人 那你也不用考慮Dior 因為我覺得你買Maybelline就夠了 其實你就比較推薦 就是開架的1028 跟Maybelline 真的 可是這兩種它又勝出就對了 反正我這四款紀念粉餅 我用完之後 我都一定還要用蜜粉定妝 可是如果用Maybelline 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很霧面了 那我在定妝之後 就會更霧 所以就剛開始的妝感 真的會有一點不自然 真的要經過到兩三個小時 你妝感才會是很完美很美的狀態 可是1028 就不會 那我想問的是 那過了三個小時之後的妝 你會喜歡誰的 好難喔 我想一下喔 過三個小時喔 會不會 因為它會不會之後 三個小時之後 它反而是最完美的時候 然後它就開始有一點微出油了 可是問題是 就是它微出油再沾掉油就好 沒關係 因為我最近覺得 就是好像 英靈28會有一點點暗沉 就是到過八個小時之後 可是我覺得沒有到 就是暗沉到 八個小時之後才會暗沉也還好 不是 我就說就是 如果它們兩個都過八個小時之後 它的暗沉比較明顯 OK 可是我覺得沒有到會 變成像黑人那麼誇張 所以他們兩個你都喜歡就對了 就是你都會想同時擁有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不同的感覺 好 所以結論其實是比較推薦大家買 開架的嘛 就我覺得唯一可能有一個點 大家可以考慮買專櫃的就是 專櫃的色號選擇比較多 因為開架其實基本上要指出了 自然跟白皙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我覺得Maybelline自然跟白皙色 還是有點偏白 像我就是健康膚色的人 我就覺得1028的自然色更符合我的膚色 可是就是如果大家小資女孩 就是還是考慮開架的啦 畢竟那微微一點色差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以上呢 就是推薦給大家四款 油肌都可以購買的七點粉餅 就幫大家做一個小測評 就可以Maybelline會少花點願望錢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呢 就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把大家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